终生代是海爬的巅峰时刻 鱼龙蛇颈龙还有苍龙 先后接力上演了海洋爬行动物最精彩的搏杀 2023年是苍龙家大丰收的一年 我专门跟了一期节目来讲新发现的苍龙们 那和能力有限还是统计少了 2023年新增的苍龙至少有八属九种 我漏掉的是两属三种 分别是苍龙亚科的神秘星翅苍龙 和扁掌龙亚科的两种长鼻西龙 今天借着介绍海洋生物大派对的机会 让我们来弥补这一遗憾 星翅苍龙是一种中型的苍龙成员 它的体长可能在五米左右 在生存年代方面 星翅苍龙主要生存于晚白恶式 马斯特里赫特晚期的摩洛哥 它的正模标本包含了部分齿骨和两颗牙齿 虽然化石保留的不多 星翅苍龙的牙齿形态十分的特殊 齿冠地矮呈三角形 上面有两条带锯齿的龙突 舌侧和唇侧又都有多条锋利的带锯齿的肩脊 无论是现存的 还是以灭绝的四足动物中 都找不到一个牙齿是长这样的 所以星翅苍龙大概率演化出了一种 不同寻常而且高度专业化的饮食 无论是吃鱼吃鱿鱼 还是吃卡壳类都不太合适 学者们给出的一个假设是 相比于硬壳的动物 星翅苍龙可能更倾向于捕食脚软壳的动物 比如说一些虾类 或者是软壳的橘石和鹦鹉螺 齿间的伤痕也表明 它的牙齿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磨损 在亲缘关系上 由于化石实在是不给力 很难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牙齿的形态和相关的下颗碎片表明 星翅苍龙可能与苍龙亚科有亲缘关系 它的发现就告诉我了 苍龙壳牙齿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发育机制 其牙齿的多样性远高于蛇镜龙 鱼龙 乃至现存的海洋哺乳动物 苍龙一族在齿冠形态上可谓遥遥领先 没有任何一类水生羊魔动物能与之相媲美 再加上生存的年代足够晚 星翅苍龙就此证明 白鹅级古今级边界 火流星到访之前 苍龙科的多样性是持续增加的 长鼻戏龙是位老朋友了 这次新增了两位新种 人用长鼻戏龙和香式长鼻戏龙 人用长鼻戏龙的种名来自希腊语 耐心的加上游泳 指的是人用长鼻戏龙从被发现到建立新种 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 真的需要耐心 香式长鼻戏龙的种名则是为了纪念一位科学家 他们两位的化石都发现有碗白鹅似的美美 一个出土字尼奥布拉拉白鹅岩 另一个在穆勒威勒白鹅岩 人用长鼻戏龙的正末标本是基本完整的头骨和部分锥骨 它的头骨长约70厘米 预计体长可以长到4米 前颗骨短而无尺 背侧有一小的脊 袖管长 牙齿肌部的牙幼质平滑 尺贯上部有凹槽 相比于其他的苍龙们 长鼻戏龙的化石记录相对较为稀少 而且只分布于北美的两个白鹅岩中 但是它们却展示出了很高的鼠内多样性 那为什么分布这么窄 鼠内多样性却这么高呢 在排除了取样偏差和归类问题后 学者们认为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长鼻戏龙本身高度多样化 但在其所处的生物群中占比比较小 而且鼠内多个物种共享了生态位 也许正是长鼻戏龙特殊的栖息地偏好 才导致了它们的化石比较难发现 但这需要更多的化石研究来证明 那讲完了2023年新增的苍龙们 让我们回到海洋生物大派对来 这是史前生物你调查的第三册 聚焦的是中生代的海拔 一共三章 分别对应的是 鱼龙 蛇颈龙和苍龙三大家族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史前贵州的海底花园 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鱼龙是怎么游泳的 蛇颈龙有围棋吗 苍龙是很温动物吗 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全书的就是7页 科学家们估计了海王龙的平均体温 34.4度 至于萧尼鱼龙 克柔龙 苍龙 青齿龙 海王龙 等三大家族的大明星 你都可以在书里找到 这里我想聊一下鱼龙的近亲 海拔的先驱 湖北厄姆 第一张鱼龙家族开篇的两位 湖北厄和善讲龙 都属于湖北厄姆 今年的发现很有意思 各大家族都是一波一波的来 2023年8月8日 湖北厄刚换了个新形象 这是早三叠式第一个会绿石的海洋爬行动物 它们像现在虚精一样在特提饲养绿石 2023年11月24日 第二个发现又来了 包括人在内 大部分羊魔动物都是无指模式 天上飞的 路上跑的 还有海里游的 都遵循这一规律 但是会根据自己的需求 减少手指的数量 湖北厄姆非常的特殊 它有7指 这是少有的 把指数增加的羊魔动物 那这么奇怪的演化模式是怎么来的呢 学者们在下三叠筒 嘉陵江土 发现一个新的湖北厄类化石 就此揭开了 湖北厄们多指演化的秘密 湖北厄姆是鱼龙形母的一个早期分支 这是多样化的鱼龙们最近的姊妹群 他们的化石仅限于湖北省 远安县和南张县 下三叠筒的地层中 这是一个单系类群 目前我们已知的湖北厄姆成员 主要包括南张龙科和湖北厄科 还有一个定不了科的史湖北厄属 在形态结构上 湖北厄非常的特殊 他们的前肢或后肢 经常会呈现出多指的模式 这次新发现的湖北厄标本 就有七根手指 以及六个掌骨 形态及系统发育分析显示 它属于比较进步的 副湖北厄亚科 这亚科由副湖北厄属和膳蒋龙组成 在亲缘关系方面 新成员与另一个七指的化石 是姊妹演化之 这两个标本的特征 都是通过轴前和中央多指 形成了七个手指 就此古生物学家们绘制出了 整个湖北厄姆多指的演化模式 湖北厄姆的多指 是逐步演化出来的 早期的分支湖北厄类 比如说短静始湖北厄 和南张湖北厄 与大多数四族动物一样 是五指动物 然后变化开始发生 地灵远端万古 出现在了湖北厄的饶策 赴湖北厄亚科在此技术之上 在饶策又长出了额外的手指 不过这一过程 在膳蒋龙中又退化了 他的植骨二次消失 所以膳蒋龙依旧是六掌五指的模式 最后在新发现的化石 和他的近亲中 第三指和第四指中间 又出现了额外的新手指 湖北厄的七指就此成型 这位新的湖北厄成员 还额外将第一掌骨 和饶策额外的掌骨愈合了 最终演化出了一个 多指的海洋爬行动物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演化策略 虽然最早的五指 及其以上的四足动物 在泥盆纪是很常见的 但是在登陆以后 四足动物的进化过程中 指数基本稳定在五 那为什么湖北厄 要演化出多指模式呢 有研究就认为 四足动物中额外的手指 或者类似手指的结构 会增加手的表面积 从而提高游泳和挖掘时的 推进效率 然而在大多数手部 有额外骨头的四足动物中 比如说苍龙 大多数的鲸鱼 海龟和熊猫 修改是仅限于腕骨 或者添加额外的植骨 完整的手指发育并不常见 在类似方面 尽管两栖动物的手指数量 缺乏系统发育的限制 比如说狸片锥类 但是羊魔动物的手指数字 在进化上是保守的 这就意味着 羊魔动物有自己的系统发育限制 并受到了生态压力的牵制 湖北俄类中 手指数字的可塑性则表明 它们部分的摆脱了羊魔动物 乃至四足动物登陆以来 对手指数量的控制 海耙们的眼花中 还藏着更多有趣的秘密 祝愿你在书中 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